好 谢谢刘教授的介绍 我今天能够挣这个机会跟各位教授 还有各位 应该是刘 应该算我的前辈 因为我这样说我已经退休 不过我想在座还有不少资格比我深的 然后也很高兴看到年轻的同学也来参加 因为这个高方性废料组织的计划时程非常长 刚刚刘教授稍微提到美国的加帕王等的时间 二三十年 实际上你从这个核废料 废燃料棒 从原子炉里面 发电炉里面拿出来的时间 开始算起的话 就比那时间还要长 包括水池里面的 水池冷却的时间 包括可能干事储存的时间 一直到最终处置的时间 算一算大概至少是四十年的时间 那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 把我在美国的经验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我先把我要讲的大纲稍微讲一下 我做一个 我投影都是用英文 非常抱歉 因为我中文的输入不是很灵光 中文要打投影片的话 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在台湾投了几篇报纸 读者的投书 都受过庄主席小姐的帮忙 从英文里面 再翻成中文 那我第一个就是要讲这个 讲之前我想要做一个 preamble preamble在通常就是说 像一个introduction一样 让你们知道我讲的 像你们这样了解一下我讲的 你的立场是什么样的立场 才不会你们有一些意念上有些 可能不管你是永和或是反合的 可能听之前就脑筋里面开始就有点 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希望你们听一下我的preamble 把你的眼光放得比较平衡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我想你听得出来 可能会比较能够了解我要讲的东西了 然后我把这个 把这个风险跟破案率跟这个 后果这个观念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观念用到核电站的安全分析 也用到最终储市场的长期未来 几百年 几千年 几万年 几十万年的安全分析的方法 类似 所以我把这个概念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很简单的把这个核燃料的循环很简单讲一遍 那我重点就是 偏重于这个 这个非核燃料的管理的那个问题 跟那个把美国的最终储市场的整个历史稍微讲一下 然后目前美国这个未来的方向可能会走哪个方向 然后做一个结论 我尽量不用那个比较深入方面的技术 所以我想我尽量用 你们即使没有这方面地质或水文 或是和风方面的训练的话 我想你们应该可以听得懂 我把很多比较技术方面的东西都把它拿出来了 都把它拿掉 好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不代表 因为我从国家实验室退休 所以这里面讲的东西不是代表国家实验室的 我以前服务的单位的看法 那我现在在清华当监任教授 核工所当监任教授 上这个核费燃料的后端的管理 跟取之的那个课 所以我现在虽然是在那边当监任教授 所以这里面讲的也不代表清华大学的 不管是核工所的 或者是清华大学的整个学校的看法 这是我个人自己的看法 那我在讲的时候 整个过程我尽量保持这个 从事实来给你们讲 我比较不喜欢用台湾 台湾新闻界媒体台湾讲 就爆料了 所以我尽量避免用这方面的字眼 所以我尽量用科学技术方法 要介绍这个事实 然后我主要的目的 是把我这个东西资料让你去知道 因为我想这个方面的资讯在台湾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拿到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机会跟你介绍一下 那第四年呢 我这个是没有什么党派的 不管是蓝绿 台湾叫蓝绿 美国叫蓝红 蓝的是共和党 红的是共和党 绿的是民主党 台湾叫蓝绿 那所以如果任何党派 要我讲同样的题目 我都用一起讲 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那我是比较采取这个 英文叫做open-minded 就是我比较客观 我不会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我想决定以后 我就不会改变硬件 那我也希望你们今天听话以后 能够比较 尤其对核能安全 或核必要管理处置的看法 能够比较采取比较客观的方法 那我讲的不一定完全对了 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 觉得我讲错了 提出来没关系 我讲错的话 我再看一看 可以跟你们讨论到底我讲对还是错 我大概讲一下风险分析的方法 这个方法在有一篇很古典的文章 叫做classical文章 这个是1981年风险分析杂志 这个杂志 那一年是第一年出来的 所以它这篇文章 是那一年的第一篇文章 第一版的第一篇文章 这两个人现在我想都还在美国 一个叫做Stane Kaplan 一个叫做John Garrick 这两个在风险分析 都提了各种不同的 包括核电站 包括各种不同的工业复杂的安全分析 风险分析 他们都做了蛮多的研究工作 也发表相当多的论文 报告 他们就提出来这一个 非常的一般性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你在做风险分析 主要的问题是在哪里 主要问题就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事件 或是这个过程 是什么样的事件 什么样的过程 这个例子譬如说 核电的事件有可能就是停电 或是什么大的意外 这是一个事件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事件发生的困难率是多大 就是你在算这个风险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说 假设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后果是什么样的后果 然后第四个就是 在美国是比较有这种概念 就是说你算做这种分析 风险分析的时候 有很多不准度 我想你们学理工的话 或是学社会人文科学 都会困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做的事情 算出来的数据 有各种不同不准度 所以第四个问题 它们都在加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做这个风险的时候 你做出来的风险的不准度 到底是多大 什么样的因素 会影响到它的不准度 所以它这个 这是唯一的方程式 只有这个equation 我其他的都没有equation 这个equation 也没有把它写得非常复杂 我只有说 表示说这个风险 是这四个参数的方程式 这个计算 它们每个月三十多 都会影响到这个风险的计算 那这个一般性的概念 就是用到核电的安全分析 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工业的设备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 比较有危险性的一些设施 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 包括这个最终处置的 高方性背道处置的分析方法 概念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个概念在19… 在1970年代的时候 就用到美国第一个 大型的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说 Washford in Hungary 就是做这个核能安全 核电安全的一个大型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 1975年出来 那我是把这个里面的一个 一张的结果的图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主要来讲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图有… 这个图表 这个X的轴是… Fatari就是… 这个死亡的数量 从十到一百到一千到一万 这个Y轴的话 是它这个发生的 或是它发生的频率 这个是美国当初 把每一个… 把一百个核链战的风险 通通把它加进去 当然没有分析一百个 它大概分析了… 我忘记了 可能两个或三个 然后因为它选这个… 那个… 废水式的核电站 跟那个压水式的两种不同 美国主要是这两种 然后可能就乘以… 乘以美国这两个不同的… 清水式核电站的数量 来去… 表达这个… 美国有一百个电站的话 它的… 风险是多大 然后它… 把这个… 结果… 放在报告里面的时候 它… 除了这个风险的… 的… 显示图以外 它又把其他的人为的… 其他可能的… 风险都放在这里面 那这个… 这种概念叫做… 叫做… 这个概念大概差不多是… 这个… 二十世纪初… 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 有一个… 英国的一个… 一个学者叫做… 芳尔 他提出来这种… 这种概念 就是说… 你在计算… 在计算结果… 显示的时候 不应该是只有… 考验到… 你计算那个… 设备的风险 应该把其他方面的风险 都放进去 这样的话… 可以让… 读者能够… 有一个… 比较… 客观的比较… 所以他们就把… 核电的风险… 跟其他的风险…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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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飞机… 飞机… 的… 风险… 做飞机都有风险… 飞机会掉下来… 出意外… 这个… 虽然说已经过了… 二、三十年… 我想… 每隔… 一年… 两年… 都会有发生… 这种… 飞机的意外事件… 他把这个… 1975年的数据… 如果我想… 大概… 跟他现在的数据… 大概不会差很多… 做飞机的风险数据… 包括其他的… 风险… 这都是人为的… 他是跟这个… 人为的… 设施比较… 那… 因为核燃亡也是人为的… 那你这比较的话… 这个… 如果单从这个… 后果… 从这个… 可能… 对外界人亡死亡的… 速度… 的那个量来说… 跟他的… 霍兰力来说的话… 他的风险是比… 其他的风险… 小很多… 那就是说… 要看起来的话… 因为核燃亡… 应该是非常安全… 那个时候… 做出来的包装是这样… 那我的… 我的comment… 这是我个人的… 这我就自己加进去吧… 因为你过了… 30年以后… 人的想法不一样… 当初呢… 这个… 当然我也教了… 其他的人的看法… 其他的… 学者的想法… 就是说… 你在比较风险的时候… 有的… 有些风险是… 是… 自愿去做的… 有些风险是… 不是自愿的… 就是voluntary 跟involuntary action… 譬如说… 你坐飞机的风险… 是你… 自己… 决定说… 我要去… 我从… 地点A… 到地点B… 我… 假设有… 各种不同… 选择余地的话… 坐飞机最快… 那我选坐飞机… 但是坐飞机… 你就要… 命运这个风险… 那… 但是有些风险… 不一定是… 你自己选择… ok… 所以我说… 这个… 就是说… 你的… 这个风险的… 比较… 有些… 没办法… 把这个… 自己选择的风险… 跟… 不是自愿的风险… 把它放在一起… 那另外… 这个… 这个… 意外的后果… 不是说… 只有… 这个… 可能的… 馬上死亡… 这种… 意外的… 这种… 它包括其他的… 譬如说… 这个… 假设核电站… 发生意外的话… 那个… 外界的地… 可能会污染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你要… 这个地… 就没办法… 有一段时间没办法使用… 可能没办法跟踪… 譬如说… 像现在的… 古老师天的事情… 那… 可能有些方法… 就把我做了… 因为你要去… 因为有些污染… 所以可能要一段时间以后… 或是要做一些储物工作… 才有办法做得到… 等等…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些… 就是说… 通常在… 做这个… 这个… 这个… 风险的时候… 表达这个… 后果… 很难去… 把所有… 可能想到的后果… 都把它表达出来… 我主要的意思是这样… 就那个时候… 1975年的时候… 便没有把这些… 我刚刚提到这些… 其他的可能… 后果… 把它… 把它… 那个… 加进去… 好… 那这个… 这个… 就是很快的… 把这个… 核然药循环的过程… 很简单… 就是… 采矿… 然后… 把它做一些… 比较… 初步的… 一个… 处理… 变成… 这个… 化学… 叫做… U308… 然后… 再去… 把它… 要去… 浓缩之前… 要… 必须要把它变成… 这种气体… UF6… 浓缩… 因为… U235… 是… 可以在… 核電站里面… 产生… 核反应的… 产生… 热量… 然后… 發電是… 靠… U235… 这个… 天安界… U235… 的… 量… 很低… 大概只有… 0.3… 0.4… 你要到… 核電站里面… 去… 能够… 继续… 核反应的话… 必须要提升到… 4… 3… 4… 5… 0%… 所以它必须要去… 濃縮… 這個是一個… 濃縮的一個場… 濃縮完以後… 再去做成… 燃料棒… 燃料棒完以後… 放到… 化電廠的… 原主炉裡面… 然後… 這個… 用過… 一段時間以後… 通常大概是… 現在目前大概是… 每… 18個月… 就… 1.3… 裡面大概就拿出來… 所以它… 每一個燃料棒… 大概在裡面… 大概… 差不多… 54個月… 最常大概… 54個月… 就要拿出來… 因為它… 經過一段時間… 合法運以後… U235的量… 就減少了… 可以… 從… 比如說… 4%… 5%… 減到… 0.7… 0.8… 它的… 使用的… 效率就很低… 就把它拿出來… 再放心了… 所以大概每… 18個月… 三分之一… 要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 現在目前就是… 先暫時放在水池裡面… 讓它… 一段時間… 幾年… 或是… 數十年時間… 讓它… 温度降低… 降低… 降低完以後… 有些國家是… 走… 再處理了… 只要處理完以後… 就可能… 就可以把這個… 補啊… 或是… 剩下的U235提倫… 拿出來… 再去… 再去… 濃縮… 補的話… 可以跟這個… 這個… 用裡面去… 合起來… 做這個… 做那個… 核染料… 可以放到核電站裡面去… 那如果… 不走… 再處理的話… 就直接把這個… 被用過的燃料棒… 乾燥儲存… 或者是… 拿出來… 放到這個… 追蹤儲存… 裡面… 那如果… 再處理的話… 你還是要有這個… 高光性廢掉的… 要做… 追蹤儲存… 它只是把這個… 這個… 布跟… 剩下的U… 拿出來… 但是會… 剩下的那些… 其他的… 高光性廢掉… 把它做成… 做成… 玻璃固化的… 高光性廢掉… 放到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很簡單的… 把這個… 那個… 核燃料的循環… 過程… 大概講一遍… 那燃料棒的… 這個是… 還沒有去… 放到圓竹園裡面去的… 這是新的… 燃料棒大概就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壓水式的燃料棒… 大概差不多… 比人體大概高… 上倍… 四倍左右… 那燃料棒用完以後… 也是原來… 這個… 肺燃料棒也是同樣的高度… 整個… 一個樹… 一樹的燃料棒… 好… 那我現在就… 跳過這個… 不再… 燃料棒在圓竹園裡面的… 作用情況… 我現在主要是講這個… 肺… 核肺燃料棒的… 管理的問題… 第一步… 剛剛講到就是要… 先放在水池裡面… 叫做濕濕的一個… 暫時儲存… 這個… 大部分就是… 拿出的巨牌… 就放在… 放在… 這個水池裡面… 這個時間… 通常大概叫做…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那… 通常的… 那個… 電廠裡面的… 水池的… 能夠容量大概… 設計是… 三十年到四十年左右… 那台灣的… 比較早發電的核電量… 像金山的話… 它可能只有… 就做… 那個… 那個… 量可能只有… 用三十年了… 所以現在金山的… 水池裡面的燃料棒… 已經是… 差不多… 快滿了… 所以它必須要… 把一些… 比較… 溫度比較低的… 在裡面最久的… 把它拿出來… 放在乾式儲存… 那… 當然你也可以早日拿出來… 就是說你也可以… 五年… 通常他們是說… 五年左右… 五年以上… 就可以拿出來… 你如果早日拿出來的話… 也可以啦… 不過… 一般的電力公司… 如果… 它的水池… 有這個… 這個… 量… 夠大的話… 它就放在水池裡面… 比較簡單… 不用再花錢去… 買乾式儲存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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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 一個設備… 一個… 乾式儲存的那個… 桶… 跟那個… 保護箱… 大概差不多一百萬美金… 一個多一百萬美金… 所以他們… 如果說… 它沒有什麼必要的話… 放在水池裡面… 最便宜的… 好… 這個是… 呃… 就… 水池的… 燃料… 用過燃料棒的… 的… 那個… 儲存的地方… 這個… 水… 水池滿深的… 這個… 燃料棒… 最上面… 這個… 水池的表… 大概有… 七八公尺左右… 那… 下面… 又再加個… 五公尺左右… 所以… 總共… 水池的深度… 大概… 十二公尺… 十三公尺… 它這上面… 水這麼多的… 呃… 主要的好處… 除了… 能夠… 呃… 足夠的水… 保持這個… 水池的溫度… 不會… 超過太高的話… 另外一個… 最主要的就是… 能夠… 使… 這個… 工容人員有… 呃… 足夠的… 輻射防護的… 平浪… 水池可以… 把… 這個… 噶馬… 的放弱線… 可以把它… 降低嘛… 所以它那個… 七八公尺… 水池就可以… 讓… 工容人員在… 這個… 水池旁邊… 做它需要做的工作… 好… 那我說… 可能… 一段時間以後… 或者是… 水池的… 燃料棒已經放滿了… 或者是… 你要去做… 再處理… 或是怎麼樣… 你就要拿出來… 拿出來… 這個照片是… 把這個… 用過燃料棒… 燃料樹… 這個樹… 裡面把它放在… 這個… 一個罐子裡面… 這個罐子… 放進去以後… 罐子就可以… 把他拿出來… 然後運到… 譬如說… 轉運到… 在核電站裡面的… 乾式儲存… 的… 那個… 罐子裡面… 所以這個是… 照片就是… 這個… 放進去這個… 罐子… 運… 就… 他們叫做… Transfer… 不是… 完全是… 很… 是短巨疊運輸… 好… 那這個是一個圖片… 就是說… 在剛剛… 那個照片就是… 這個… Onsight Transfer… 的… 那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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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子… 把那個燃料… 用過燃料棒… 放在這裡面… 燃料樹放在這裡面以後… 它可以… 轉運到… 該室儲存的… 一個… 罐子裡面去… 這個… 通常這個… 都是在… 電廠裡面… 另外也可以把… 這個… 假設說… 你要運到外面去的話… 它就把… 把這個… 把這個… 運到這邊來… 然後… 再… 撞到… 撞到… 可以運到外面去… 譬如說用… 卡車… 或是用各種不同的… 運輸的工具… 運到別的地方去… 再處理… 或是運到別的地方去…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剛剛講這個… 叫做… Onsight Transfer Kask… Onsight的話… 就是說… 它只是在這個… 核電廠裡面… 做這個… 很短距離的… 運… 這個… 費燃料棒的… 轉運工作… 沒有… 主要你要運出去的話… 就必須要用這種… 運輸的… 一個… 一個… 罐子… 設計不一樣 好… 這個圖片… 就是… 在美國的… 已經在… 已經有了… 設備的… 幹事儲存的… 那個… 水泥的… 罐子… 然後… 外面這個是一個… 這個… 就是像一個… 水泥做的一個… 保護箱… 那… 裡面的… 裡面的… 金屬的罐子… 放在這裡面… 那… 金屬的罐子… 是一個封閉的… 那… 金屬罐子裡面… 就是放這個… 核廢燃料棒… OK… 它有些通風口… 下面有通風口… 上面也有通風口… 通風口就是… 利用這個… 空氣的自然循環… 能夠… 繼續冷卻這個… 廢燃料棒… 因為… 即使過了十年… 二十年… 它的溫度還是… 還是要… 讓它保持在一個… 一個溫度下面去… 所以它利用這個… 設計的方法… 利用這個… 自然… 空氣自然循環… 對折的方法… 讓它… 保持這個… 設計的溫度… 全部… 那這個是世界的… 世界的那個… 沸燃料棒的… 量…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總量… East charge 的話就是… 從那個… 世界所有的原子爐… 那個… 放電棠的那個… 爐子裡面… 拿出來的… 燃料… 廢燃料棒… 量的增加… 非常… 非常…快… 這個… 這個是… 估計是到… 這個是IEA的數據… 估計到2010年 2020年左右的這個速度 你可以看得出來過去二三四年 這個量增加得非常快 好 那我現在把美國的這個 這個組織計劃做一個很快的歷史 來說明一下 美國這個委員會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馬上就成立了 就在1946年 這個委員在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 叫做Economic Energy App 這個法案就是在1954年通過 它就是要把這個核武器的一些技術 能夠轉用到和平使用 就是發電的那個核能發電的技術 這個就是說美國開始做這個 開始發展的核能發電的開始了 所以大概六十年了 那個時候這個AEC已經對這個高光性廢料 高光性廢料處置那個時候的問題主要是 核武器產生的高光性廢料 所以他那個時候已經關心到這個高光性廢料 怎麼樣去做最終處置 怎麼樣去找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地址 去做一個最終處置 所以他這個美國這個AEC原始人委員會 他們就請這個美國國家科學院去給他們建議了 1957年 那個時候建議是他們認為了 那個時候認為是美國有很多這個鹽礦 美國地下有很多鹽礦 他覺得這個鹽礦的那個特性 我不曉得這裡面再多人沒有學技術的 有沒有 OK 鹽礦的特性有很多很好的特性 能夠把這個廢料能夠把它封閉起來 就是你挖了處置庫以後 就有一些空隙 它廢料放進去 它可能隔幾百年 一千年 它受到那個地址壓力的影響 它會慢慢的就把它封閉起來 所以就能夠跟外界的自然界可以把它隔離 而且它那個另外一個很好的東西就是說 它的非常 它的密度非常非常低 水 即使有地下水的話 地下水很難很難滲透到處置庫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1957年的時候 國家科學院的建議就是說 在美國找這個處置庫的話 找這個鹽礦 鹽礦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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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講 國小英語 SoC Formation 是最好的一個地址 所以這個美國原本人會就開始 包括這個AEC的包括後來變成EA 後來變成能源部DOE 大概差不多二十年 十幾年的時間 就開始就找各種不同的 可能的常识 那还受到很多挫折了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法院没有立法 美国国会没有立法 所以受到地方的各种不同的反对 所以受到很多挫折了 开始做一些初步的常识调查 然后做一些常识的衰选 到了1970年代末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员部就 大概有一点概念 大概有五六个左右可能的常识 比较可能做追踪处置了 美国国会1982年就通过一个法案 1982年通过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 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 是很重要的法案 就是美国高方性非道处置 非道处置的一个很重要法案 这个叫做核废料的政策的法案 这个政策的法案 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我写在这里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要求 国会要求能源部去 我刚刚有讲有五个 那个时候有五个 从五个里面提名三个出来 从五个里面提名三个给总统 然后总统就要这个三个里面 有人员部去做比较详细的常识调查 这个常识调查 然后总统就从三个里面 原谅说我做三个详细的常识调查 总统从这三个里面选一个 告诉国会在1987年3月的时候 告诉国会说 这三个里面这个最好的 然后就开始要做申请执照 跟美国的核能管制委员会NRC申请建厂执照 然后NRC有三年的时间去审查这个执照申请 所以你看这个时程 时间非常短 1982年到1985年 三年时间就要做好详细的常识调查 三个不是只有一个 然后两年的时间就要 三个里面就总统选一个 可能国会讲 然后开始申请执照 要盖厂执照 如果在总统选三个里面选一个 如果这个州 如果选的这个州反对的话 反对总统的选定这个厂执的话 国会必须要两院多数去否决这个州的反对 OK 那另外一个重点 这个当然就是美国开始有收这个核电站的核废料基金 跟台湾一样 台湾也有这个核废料基金 就是民科威士法 这个民科威士法就从这个核废料政策法案通过的时候来开始上收 那你看这个市场大安 那个时候的国会都非常乐观 觉得这个事情很久就可以做得到 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很快的把我刚刚讲的几个重要的选长旨的过程 然后这个法案的这个刚刚讲的1982年这个法案的过程就是要到最后这个三个里面有总统里面选一个 然后那个开始申请这个执道申请 但是到了1987年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一个修正法案 把这个核废料政策的法案做一个修正 这个修正就是1987年 所以你看1982年通过这个法案 然后1987年只有五年的时间国会就在做一个修正 这个修正重点就是说能源部不需要做三个 那个时候能源部还没有做完三个这个详细长旨的教堂 因为1982年开始做的话 只有差不多只有五年才能做完嘛 那能源部可能我在猜想啊 那个时候可能在要求国会要多发点机会做这个详细长旨的教堂 所以国会就通过这个修正案 就限制能源部做这个详细长旨的教堂 只有做Yakamonten不要再做其他的两个 做一个就好了 那个时候有一位念华达州的年轻的参议员 就非常当然反对了 反对这个国会这个修改这个法案 但是他但是念华达州是就投票的时候还是少数要不同播出嘛 所以念华达州恐怕也没有很多州去统预念华达州的反对 所以国会就通过这个修正案 那那时候的参议员很年轻的参议员叫做Herry Reed 就把这个法案叫做School Navaradale 你如果去Google的话School Navaradale 你就可以看得出他整个这个过程了 那我就把这个理解跟你讲一下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Yakamonten就是唯一的 唯一的能源部要做的详细长旨调查的那个长旨 没有在考虑其他的长旨 好 那这个就是几个美国国会通过 这两个重要的法案的历史 我这个地图的意思当然是要告诉你 大概这个Yakamonten的位置 这是念华达州 这个是加州 这个是Arvizona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美国的这个大概是美国核链站的分布 这个图 包括是海带运转的核链站 也包括核链站已经是厨艺了 但是还有核燃料棒还在核链站里面 虽然说所有的厂房都已经拆掉了 但是甘肃储存的核燃料棒还是在那边 他必须要把那个地方用铁丝网围起来 然后还派警卫去保护这个用铁燃料棒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如果把美国地图中间这样画一遥线的话 大部分的核链站跟这个用铁燃料棒的位置 都在美国东半部 那我当然可以了解 念华达州的政治人物 国会代表甚至大部分的局面都反对的原因 你可以看出来 那个 使用核链站的核链在美国东半部 西部当然也有 郊州这边也有几个 不过大概来说的话 主要是集中在美国东半部 这个铁燃网团 当然这个地方的气候是非常干燥的 离这个如果能去过拉斯维格斯的话 哪里拉斯维格斯也没有很远 大概差不多100英里左右 没有很远 在台湾的话100英里大概算是蛮远 160公里 这个图是把这个处置计划的整个过程 大概用这个图来讲一次 就是说你第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 从不管是哪个国家 做一个这个国家的地质的水文的 一般性的一个资料整理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地质跟水文的资料 都有个什么类似地道所 美国叫USGS 这个资料都有了 这个资料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用途 包括了解每一个国家的矿物的资源 地下水的情况 各种不同的很多用途 这个资料有的话 你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美国 我在讲美国了 美国这个什么地方 比较有可能找到有比较好的储置场 可能储置场 然后做一些可能母岩的一些初步的调查 譬如说你选了两个或三个不同的母岩 那你可以做一些初步调查 了解一下这个母岩的各种不同母岩的特性 这个是比较初步的调查 这个调查完以后 可能就做一些可能场地的衰选 这个有可能是由地方的志愿提出来说 我可以 我志愿你们来这边调查我们这就要适不适合 或者是由专家的委员去建议说哪个场地比较有可能 这个是一个场地的选择 然后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场子调查 详细场子调查 在不少国家都会盖一个地下实验室 如果盖一个地下实验室的话 就会对这个场子的特性比较有深入的了解 这种地下实验室的这个就是URL Underground Laboratory 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 这边就是当然我前面讲的上面这个就是 这个国家的政策 比如说国会通过什么法案 然后管制单位要定的法规 然后环境跟人员放弃性的保护的一个标注 这个就会影响到它这个选招子的过程 也会影响到最后申请指导的过程 这里面有一些技术的发展 各种不同的技术发展 这个假设你指导申请到以后 那去建设这个盖这个墙子 然后再去申请这个接受合肥料或是费 英国人要放的那个执照 然后运转结束 这运转时间可能也是几十年时间 看你这个量多大 可能是三十年四十年或是五十年的时间 然后最后再把它封闭起来 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那很多的情况就是 在这边或在这边就走不下去了 或到这边再走不下去 那美国是走到这里啦 走到这里 现在可能就又回到这边来 如果是亚冈芳城 都会再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等一下会提到这个 好 这个亚冈芳城的照片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亚冈芳城这个山 并没有很高的山 它是一个沙漠 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没有什么树 沙漠星期后 这个黄色的线是代表 这个大概有八公里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南边 这边八公里叫做 这八公里就是要做地下实验室 做比较详细的场子调查 然后在坑道里面做一些实验 这个坑道也是做地下实验 这蓝色的线代表 假设建厂的指导拿到以后 它开始盖这个处置库 要放高方性费道 跟用户软料放的处置厂 这个是还没有挖的 蓝色的部分是还没有挖的 这个黄色的部分是已经挖的 就是要过去十几年 二十年做地下实验室的位置 好 那我们大概讲一下它的地质的特性 这边有一位地质学家 我大概跟人讲一下 这个它地质的特性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那个母岩是一个火山灵岩 Volcanic cup 这个火山的灵岩是怎么样产生的 是大概1100万年到1400万年 所前在这个位置 亚特曼这个位置的北边 有火山 大概有 不是说只有一次爆发 可能有一段时间 可能是几百万年时间爆发 然后陆续爆发的那些火山灰 陆续吹到南边去 它的北边 吹到南边去 然后这个火山灰在冷却的过程 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岩石 一种叫做welded 就是比较密集的一种岩石 它的空隙较少 而且非常的密 另外一种叫做non-welded 就是比较密 而且空隙较多 那这个Yakamonten的处置库的位置 是在这个岩石 叫做topopar spring 它的岩石是属于welded 就是非常密的一个岩石 那它的另外一个特性比较特别 就是它是在一个非宝额区 不晓得这里面有没有 地址需要大概清晰那种非宝额区 就是没有水温暖 OK 非宝额的话就是说 它的位置是在地下水上面 台湾的地下水很浅嘛 大概可能挖个十公尺 二十公尺 就会碰到地下水了 几十公尺了 这个地方地下水很深 地下水大概离地表 六百公尺 这处置库的位置大概离地表三百公尺 所以刚好在这个非宝额区的中间 非宝额区的话就是说 它的 不是一直都有水的 简单说是这样的 宝额区的话就是说 它的地址的空隙里面都有水 非宝额区的话地址的空隙里面 不一定是全部充满了水 OK 那非宝额区的话 这个跟其他国家的 的处置库的概念就不一样 现在其他的国家处置的概念 都是选非宝额区的 都是选宝额区的 OK 包括欧洲的那些国家 像瑞典 芬兰 我想你们大家有听到 瑞典跟芬兰 可能是在这个储置库 最终储置库的 进展方面是比较前进 比较快的 他们可能如果接触率的话 可能十年之内 十年到十五年 可能就可以开始运转 他们是属于他们选的 舱子是一个保护区的 这个照片是坑道 就是做地下实验室 我刚刚跟你讲 八公里的坑道的一些照片 那时候还在还没有 直到没有撤销的时候 他也开放给一般的老百姓 可以参观 所以就只要经过一些很简单的 一些安全的一些说明 就会进去了 然后戴这个工程的帽子 那这个是里面的 这个坑道里面的一个设备 那我对这个长子调查的过程 他们要非常的复杂 我没有时间在里面讲 不过长子调查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了解这个长子的特性 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他们花了蛮多时间 花了蛮多的经费 刚刚那个刘教授有讲 总共的亚特曼等的 二十多年的时间 花了总共到一百五十亿美金 fifteen billion 是蛮大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除了这个长子的 深处的调查以外 还有工程平常的设计 也要做蛮多的研究了 那他的 我大概跟大家刚刚有讲到 他的位置是在里面这个地表大概一千英尺 三百公尺 然后里面这个地下水大概三百公尺 那这里面有讲一下他的工程平常的设备 工程平常的几个重点 工程平常他的设备的重点就是因为他在飞保额区 所以他上面有一个 他的处置坑道没有加填充物 所以他里面是有空隙的 这是空隙 所以上面这边有一个叫做drip shield 他是一个用太金属去做的一个像一个雨伞一样的一个罩子 照在这个高光性飞药或是用火燃料放的罐子的上面 这个作用就是因为他在飞保额区说有可能地上的水会渗透三百公尺 他会渗透到这个储住坑里面去 那渗到水住坑里面去 他有这个叫钛金属 钛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腐蚀的一个金属 把它挡住的话 渗进去的水就不会马上直接跟这个 这个兰造棒的一个罐子去碰到他的罐子 这罐子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腐蚀的一种合金 叫做二十二合金 合金二十二 这目前我们现在人类的合金里面找到最好的不容易腐蚀的 就是这个二十二的 那钛也是最不容易腐蚀的 所以美国就选这两种最不容易腐蚀的金属来做工程屏障的作用 那他放的方法是这样平放 那我就不讲这个里面的比较详细的设计的状况 那你做完这个详细厂子调查 然后厂主事库的设计也有了 工程屏障的设计也有了 然后对这个工程屏障的设计的金属的腐蚀的实验也做了几年 所以你有一些数据就可以去推算这个腐蚀的速度是多快 因为数据没办法说做个一万年 大概做个几年 十年 十年已经蛮长了 做十年实验已经蛮长了 我不太记得他们这个腐蚀的实验做多久了 我想大概是数年的时间了 然后从这个腐蚀的速度 在这个有限的几年时间的速度去推算 然后当然他会做一些模式出来 做一些腐蚀的速度的模式 然后去推算罐子跟钛的腐蚀的速度 然后我这个就是要做这个 你最后就是要把所有的资料 包括厂房的设计 处置库的设计 工程屏障 你最长指的地址 水温 所有的了解东西 通通把它集合起来 这个是数据 这个金字塔的意思就是说 最多的资料是在这个数据里面 就从长指教堂 从做实验的一些厂房的设计 然后你去 从这里面去做一些模式的概念 然后做一些 发展一些 预测这个处置库 未来的发展的过程 未来发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的过程 然后你去用模式方法去预测 组织库 未来一万年 一百万年 十万年的 对于这个环境的影响 对于人员的影响 这个叫做整体系统的性能评估 这个方法就是 类似刚刚我跟你讲的 这个风险屏障的概念的方法 是类似的 你要问说 这个处置库 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 是什么样的事件 然后它的破然力多大 然后它的后果会有什么样的破 好 这个就是把我刚刚讲 这个整个过程 走到这里 直到申请 6月2008年送进去 好 那我就把这个2008年 2008年以后的发展情况 很简单的讲一下 就2008年6月送进去 然后美国的核能管制委员会ARC 就三个月的时间到2008年9月 他只是做一个初步的审查 说这个申请指导的资料 是不是全部到齐了 他没有做开始审查 这个申请指导是不是有 基础上的什么问题 他只是看 Chapter 1 再不在 Chapter 2 再不在 Chapter 3 再不在 每一个章节 要把它打一个checkmark 他挖了上一个月 因为那个申请指导的报告非常非常多 所以挖了上一个月时间 美国核能管制会说 这个能源部的资料送来 申请指导的资料都到齐了 他们要开始做正式的一个审查 11月那一年的11月 美国大选 有点就是选总统 然后选参议员 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 美国参议员是六年 中议员是一起是两年 所以三分之一的参议员改选 然后众议员要重新进展 当然有很多都在重新当远到 我那一年改选重要就是说 奥巴马是一个民主党 然后美国众议院跟参议院两院都被民主党拿到多数党 那就是等于是民主党控制总统跟控制这个 控制的两院 那个时候 我这边没有写 那个时候的参议院的民主党的领袖 就是奈亡达州的参议员 Harry Louis 我刚刚跟你讲那个时候 1987年他是年轻的参议员 到2008年的时候是美国参议院里面 民主党里面最资深的参议员 所以他变成是参议院里面 因为民主党是多数党 所以变成是参议院里面的头 因为多数党是民主党 到了2011年1月 美国的能源部的部长 就组了一个叫做蓝带委员会 Blue Roman Commission 要给美国的能源部跟美国总统 建议美国未来的 他虽然是讲neutral future 对了 不过他重点是讲美国的后端 尤其和黑兰药的政策 应该是怎么样走的 三月的时候 同一年三月 能源部部长就宣布 要把Yakamonten的指导撤回来 不要再继续有NLC去審查 那他的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Yakamonten这个是 一种叫做not workable solution not workable solution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 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 他那个时候就是说 在美国应该有 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能够达到比较广泛的一种 一种全国一种共识 那他的当然是他的没有讲得很明 我暗示就是说 整个这个Yakamonten的过程 没有在1987年 这个法案修改的时候 没有达到 没有征求到 涅槃拉州州民的统议 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的 不是 没办法走下去的一种决定 所以他认为这个要 他就是找这个 Ribble Commission Blu Ribble Commission 这个兰奈委员会去给 文明部部长跟那个 总统去建议说 美国将来应该怎么样走下去 所以这个从2011年 那个直到催下来以后 Yakamonten现在就 就是一个会之术 到底会不会走下去 不晓得 这个兰奈委员会 有两年时间去写这个报告 他们去年的1月 就把这个报告发表出来 如果你们有兴趣去读的话 这个是公开的报告 可以打进去 Blu Ribble Commission 现在资料都很方便 网站随着 大部分资料都可以看得到 他里面几个重点 我在那边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说 未来在选场子 有关这个核废料管理的设备 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最终储置厂啊 或是干事储存的 那个集中管理厂 要 他们建议说 要有一种 用一种 concent based的话 就是说 要征求 征求同意的方法 去选这个厂子 那这个就是 跟1987年 国会这个法案 合肥料 政策法案的修改 这个1987年 国会通过的法案 做法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用这个 用这种方式去解决 去选这个厂子 那当然也是要 他就认为说 美国能源部要 要把它 把这个 用物燃料 来集中管理 然后继续要去找 新的主市场 那当然我现在就说 这个 这个亚床芒肯的 未来的 非常还是有很大的 疑问在那里 会不会 因为 下一次的大选 因为政党的 轮替改变 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 这个亚床芒肯 继续再 起来 也是一个未知数 那当然就是说 假设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大选 然后 这个政党轮替 换了共和党上来 他们要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理由去 把亚床芒肯重新 那是不是能够走下去 这也是一未知数 这个 所以我是说 这个 当然有很多 也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公司 或是州 去告这个 能源部 说 不应该把这个 亚床芒肯的 这个制造车回来 所以他们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所以他呢 就是走这个 法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反对 亚床芒肯的 也是利用法的管理 支持亚床芒肯的话 就是利用这个 法的方法去告这个 能源部 这个当然就是 就是经过 经过这种法院的 裁局的话 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不是说马上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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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的时程 可能还要 还会再有一段时间 不是说 马上就会决定 可是呢 时间越长的话 做这个计划的人员 可能就转行了 去做别的工作 那你要不要把这些 科学家跟这个工程师 再把它结合起来 这么大的计划 里面有数千人 在做这种计划 你要重新把这些 队伍重新整合起来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好 那个能源部部长 在他下来之前 今年年初 他下来之前 就根据这个 蓝带委员会的建议 他提出一个 美国 美国这个 这个 这个 管理这个 用过蓝钓的 那个策略 他就提了几样 第一年他就 接受这个 这个蓝带委员会的建议 就是要用这个 concent-based的方法 去做这个 就这个 选长指 不管是 处置库呢 或是这个 干涉处 什么的集中管理 都是要用 用这种方法 不是 他建议用这种方法 用这种 他的策略 战略是这样的 然后到2021年 他们 他那个 能源部部长的想法 就是说 在2021年 在未来七八年的时间 要有一个中型的 集中管理这个 暂时的干涉处存的设备 那 这个重点就是 要先把 已经处役的 核电站 里面还有一些 我刚刚讲的 核电站虽然处役的 还有 能够放在哪里 先把那些拿过来 存在这个 一个由能源部集中管理 中型的一个干涉处存厂 然后到2025年 大概就是12年时间 以后的时间 有一个比较大型的 能够容量所有美国的 核电站的核飞燃料棒 那对于这个 追踪储市场的时刻 就比较 比较不确定 他没有说 什么时候 能够开始运转 这个 追踪储市场 大概到2048年的时候 在这个 选藏子 跟这个 藏子调查的 这个处置库的 有很好的进展 那到底什么时候 他们预测呢 什么时候 能够拿到知道 做这个处置库判定的 那就是 他没有讲 他只是预测到 他是这个 这个战略 他的政策的想法 就是说 希望能够在192048年的时候 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 相当好的进展 那这个是最近的 美国的这方面的消息 所以 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当然就是 比较可能就是 干涉储存 是未来 几十年 美国 对这个 核费燃料棒的 管理的方向 集中管理 不是放在 美国每一个核业场面 这个主要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 1982年的法案 他有提到这个 美国国会必须要 美国能源部 必须要在1998年 要把这个 用过燃料棒 由 由那个核电厂 电力公司的管理 转到 美国能源部去管理 结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所以电力公司花了点多钱 去盖这个干涉储存厂 所以他们就告美国政府 说你们要赔我这个钱 赔我盖这个干涉储存厂的钱 法院里面的过程就是美国政府都败诉 所以美国政府每年都要赔很多钱 对这个电力公司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其中管理的话 就是这个核费来到的管理 是由南原部由政府来管理 而不是由电力公司去付这管理 好 那我做了几个比较简单的结论 当然就是说我主要讲出说 美国的整个过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法 利用这个法 这个为什么美国AEC 在十几年 二十年时间 没办法做这个 在这个储事库里面的工作上 有什么进展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国会还没有立法 所以到1982年才立法 我这边稍微提一下 其实美国有两个深层的储事库计划 另外一个计划是叫做Web 是在西莫西哥州 这个也是深层的储事库 大概离地表有六百多公尺 它是就是用盐矿 Salt 就是你记得我刚刚讲的 19五几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建议说 选这个盐矿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用盐矿的 它在1999年开始运转 它申请知道都很顺利 而且当地的居民都非常支持 所以它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运转了14年了 所以也可以说是事实上 第一个深层储事库的运转的一个计划 我刚刚讲的1982年这个法案是 其实就设立着美国总地址处置 最终处置的一个方向 按照这个修正案 1987年修正案 就把Yaka Mountain指定唯一的做详细常识調查 就变成这个影响等于是 我们叫做种的一个种子 影响到2008年、2009年、2010年的 Yaka Mountain的执照撤销的一个原因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不过我觉得这个原因是蛮重要的原因 那才会有这个南代委员会的建议 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做选常值的方法 好 那另外一个结论就是 这个核电还是继续在很多国家 还继续在使用 所以这个而且选常值或是要盖 在一个最终处置场的时间 就一直三万年 所以干事储存就是未来的比较长的时间 未来是暂时管理这个和费兰要棒的方向 大体来说大部分的国家就是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在未来很短的时间能够找到解决这个 最终主市场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采取这个干事储存的方法 所以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说你存了这么久 对这个核废燃料棒在这个罐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 所以对这方面的研究 最近就比较关心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因为它的时间比较长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一点就是 这个追踪处置的这五计划 其实是一个夸领域的很多领域的计划 不是说只有一个领域或是两个领域 我这里面就举了几个例子 当然是地质很重要 水文也是很重要 你会了解地质 了解水文 因为水就是一个 一个腐蚀的一个介质 也是何种迁移的方法 所以地质跟水文都是很重要 然后包括这个材料科学 包括核子工程 化学各方面 所以你要沟通在这么大的 跨领域的计划里面要沟通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不同领域的人 可能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但是你必须要 这个大型计划 你必须要能够把这些人的专长 能够结合起来 能够达到这个计划的目的 所以能够沟通跟整合 是一个蛮重要的工作 最后一点就是 对于地方的 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是蛮重要的 刚刚很简单的举论 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做这个和有关这个 国防方面的超幼废掉的 废弃物的处置计划 在Web 这个就是已经运转14年 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因为它能够得到 当地居民的知识 不像涅化大洲 就一直都反对了 那下面几张是我对台湾的 这个问题的几个看法 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可能有些 不一定是完全正确 或是有些建议不一定是 有些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建议 不过我是个人看给你们做参考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要有一个专责机构 就是专门负责这个核废料的处置 包括低阶跟高阶 高阶就是核废料 有专责机构的话 这个机构就是专门负责 它必须要对这个计划有这个 有这个 就是说你要你的钱怎么用 然后你做些什么工作 必须要有负责人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就我现在的观察台湾的情况 我觉得台湾应该考虑成立一个专责机构 这专责机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它的要比较要采取一个开放性的 枝要开放性能够 而且是透明度的 能够让所有的 不管是技术人员或是一般老百姓 能够了解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方法是怎么样 走的方向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 要能够达到一般 民众对专责机构的信任度 当然它这个专责机构也要有一些 在这个技术方面当然是要有能力 而且要有一个credibility 就是说它的讲的话是能够让人相信是对的 这个我想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这个要有credibility 那另外就是台湾要有一个共识 就是解决这个核费要的问题的共识 共识就是说这个问题 不管台湾是不是要继续使用核能 或是在未来十年不再用核能 这核费要的问题已经存在了 那你要台湾要有个共识 说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因为这个不是只有 要默然要费要还有低阶的 还有一些中阶的 因为中阶有些就是说它的放车性的器量 或是它的伴吹期比低阶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量比较大 但是没有像核燃料棒时间这么长 或者量这么大 所以这个那另外厨域的产生的费要也蛮多的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存在的话 必须要去比较以心地去面对这个问题 不管是永和或是反核 我觉得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不管是要不要配合家园 那台湾我想也很可能就是干事储存 对这个未来40年走的可能的管理方法 就是用干事储存的方法 因为你要找到处置库 追踪处置库 假设台湾能够找到的话 时间也是蛮长的 好那我这边有讲到就是说 因为时间可能40年或更长 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干事储存的一些可能的安全的问题 可能要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思考 然后在社区上可能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因为台湾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特有的环境 比如说这个热的时间很长 然后湿气很大 然后如果说这个干事储存厂 储存的地方是靠近海岸的话 相当前现在的几个和电厂都靠近海岸 它的空气里面的盐分就比较高 所以这个腐蚀的物理就会比较 比乾燥的空氣會需要強一點 台灣又有比較颱風或是下大雨 你說會有水災或是土石流 這些都是要對於台灣比較特殊的一種情況 在選長子的時候或是在蓋乾涉水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考慮這些台灣比較特殊的一些環境 包括一陣 因為這個時間四十年或是五十年 那可能就是兩代吧 大概會超過兩代的時間 所以在設計的時候 我想應該比較花多一點時間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這個是從網站裡面 跟台灣用戶然要最終處置計畫裡面的一個實程 我想你們大概也有聽說 這個是從2005年開始的協級 就到2055年 那個是既按到一切順利的話 是那個時候開始運轉這個最終主市場的營運 2055年 就我了解的一個蠻重要的報告就是完成我國潛在處置母園特性調查與評估 並建議後選長子調查與評估 這報告主要的題目是這樣 就是說是不是2017年的報告就是要提出來台灣選這個 有沒有選長子的母園的特性有沒有最終處置母園的這種位置有沒有可能 然後順便提出來這個選長子調查的區域 台灣在哪個區域有可能做最終處置的詳細的產品調查 所以我想這個報告出來 我是覺得台灣可能要做比較詳細的去了解這個報告 然後甚至找國內的台灣的一些各個領域的專家 尤其是地質方面的專家去了解這個報告的內容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在這裡面 然後因為這個就會討論到台灣有沒有可能找到最終處置場的位置 母園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這個就會也不是說一個解答 我想可能會有一個想法就台灣到底 因為現在目前有很多人認為說台灣不可能找到處置部 我想可能有一些反核的 就反核的那個意識裡面可能就說台灣絕對不可能找到處置部 但是我想這個報告可能對這個問題這個疑問有一個比較 我是希望比較能夠有一個比較合理跟一個 技術從地質學跟各種不同的了解 對台灣地質了解做一個比較正確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是希望如果台灣對這方面的尤其地質跟水分 這方面比較能夠有經驗的應該是去參與去瞭解這個報告的內容 這個報告就是我剛剛跟你們講說用過核子 然後最後組織技術可行去評估的報告 那另外一個建議我是希望在 就是說對台灣這個核廢料處置的這個政策 有一個採取一個就是一步一步走 不僅說要第一個非常地非常絲板的施程 因為走一步再修改看那個時候的了解情況怎麼樣 做某一些調整 這叫做step-wise approach 那可能就每個五年或是每個十年 每個一段時間重新在區域做一下 做一下review 然後做一些調整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法 因為有很多衛生素 對於這個腸子了解 裡面有很多了解 或是對有可能情況的其他衛生素都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用這種方式是比較可行的 好 那我就想講到這裡 我不想問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謝謝卓教授的訪問 接下來就是我們就看我們 各位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請教卓教授 或是你有什麼comment 好 來 我想請問卓教授一下 美國在2005年的時候 國會有請國家科學院做一份的研究報告 調查報告 屬於這個核電工業界的安全與什麼什麼 這個權力我不記得了 它這個committee規劃出來的報告書是有兩份 一份是public 一份是confidential 然後這個我想請問一下 卓教授知道我講的那份報告嗎 2005年 我大概知道那個是因為9114年 對對對 就是也是風險評估等等 那請問一下卓教授知不知道說 在public跟confidential這兩份之間 它的difference大概是在什麼樣的性質的東西 因為真的等到細節我們可能也不需要知道那裡 那它這兩份到底什麼樣的東西不一樣 當然我這兩份報告我也只是聽到這兩份報告 那我也沒有去其實那個public的那份報告我也沒有去讀 那我只有看那個就news的brief 就大概講一下這報告主要的那樣子 因為911事件以後 美國議員 國會議員很關心那個恐怖分子 對於核電廠的攻擊 那核電廠的恐怖分子的攻擊 所以他們就請這個國家科學員做這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一份是公開的 大家都有看的 那另外一份是不是公開的 classified 我想主要的不同地方就是說 classified的那一份報告 講的比較詳細 把核電廠裡面比較 vulnerable的部分都講 但是公開的部分這個部分就沒有講 因為你講出來的話 恐怖分子就知道什麼地方是最最弱 當然不能講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了 就是我們大部分人可以看到的 就是看到 那個 對於這個核電廠的危險沒有威脅的部分 OK 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 我們不曉得在地底下 那個處理最後的燃料 那個核廢料有沒有什麼規定 假設說我們如果台灣那個地小 那如果說我們有一個tunnel tunnel那個鑽到地底下去 然後延伸到那個海峽中間去 藏的話 可不可以 國際上的規定上可不可以 這我不太清楚 這我不太清楚 國際上的規定就是說 有一個叫做人能convention 人能convention在1980年的時候通過 就是國際的很多國家同意 就是說人能convention的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這個人能convention之前 有些國家把核廢料丟在海裡面去 或者是有些國家開始在考慮 處置庫的可能的地方 除了在地表上面找的以外 他也有人想到在海的深溝裡面去找 有沒有可能在海的深溝 或者是sub-seed 就是那個海底下面 比海底還要再低一點 就是離海底可能幾百公尺 去找這個可能性的處置 處置庫的概念 所以那個時候有不少研究工作 去了解這個海洋的特性 然後海底下面的地質的特性 有滿多的研究工作 這個人能convention簽了以後 就完全不考慮 海底的處置的方法 除了不可以丟 被核廢料到海裡面以外 也不考慮 海底的深層處置的概念 所以現在就是在地面 後面有一位學生 同學 我不曉得是同學 還是教授 對不起 環境法律團體 就是我想要問三個問題 就是我有看過那個 我們台灣核廢料的環境資料嘛 然後我對我們的乾式儲存槽 所放置的地方 覺得很奇怪 就是它前面是吐石流淺世西 然後合一廠的吐石流淺世西 然後它的後方 就是它的後方是那個山坡 而且我們有去現場去看過 它還是要用很多工法 去把那個山坡擋下 擋住 防止它的吐石崩落 那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我在環說書裡面看到 他說萬一發生吐石崩落的話 他們要在85個小時內 把它清理乾淨 就這樣就會安全 那我的疑問是說 第一個是一般國際上 會這樣選一個乾式儲存的場子嗎 很近的地方 就是一個吐石流淺世西 然後後面有山坡 然後還有萬一 這樣的場子是適合的嗎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沒有辦法 在85個小時內清理乾淨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第二個問題是 剛剛老師有講到說 那個乾式儲存設施 是用空氣對流冷卻 那我有一個疑問是 所謂的空氣對流冷卻 會不會讓那些輻射物質跑出來 而且在三種狀況 比方說正常的狀況 會不會跑出來 然後如果說沒有辦法 在它設計的40年內 找到最終儲存設施 導致它可能要放到50年 60年或是100年的狀況 那這種狀況下 就是說已經超過它原本設計的狀況 會不會那些輻射物質 會不會跑出來 還有就是萬一說有些異常的裂縫的情況 或是一些異常的狀況 有些破損的時候 那它的空氣對流冷卻會不會跑出來 那我們台灣把它放在新北市 就是核電廠裡面 在人口密集區 在一般國際上 會放在人口密集區嗎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不好意思其實好多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我知道我們政府長期使用焚燒的方法 在處理低階核廢 而且它燒的地方一個是在新北市萬里區 就是其實離台北市中心非常近 離火車站大概22公里 另外一個燒核廢料的地方是在核山廠裡面 就是我們政府用焚燒的方式 在國際上會用焚燒的方式處理核廢料嗎 那如果會的話 會選擇人口密集的地方來焚燒核廢料嗎 OK 我想你的問題都很好 但是我沒辦法答你所有的問題 我就把我能夠記得 因為你問題很多 我先講乾式儲存好了 乾式儲存 第一個問題是講乾式儲存的場子 那個選場子的位置的問題 這個問題 所以我不專家了 我想土石流的顧慮或是這個問題 我想應該是由對水文文地質比較了解的人 去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曉得台灣這種情況 在土石流的 尤其商工地的土石流的 維護的法規是怎麼樣 或是它的危險性是多大 我不是那方面的分量 所以我沒辦法提供 劉教授應該有回答 那劉教授你也要不要comment 這個問題 comment就不行啦 你在土石流的顯示區裡面做乾式儲存槽 那當然是不行啊 對不對 那一定會被打壞的啊 這個不要我回答吧 這是comment sense 然後空氣對流 空氣對流 空氣對流是水泥保護箱 水泥保護箱裡面還有一個金屬的罐子 核費燃料棒是裝在那個金屬的罐子裡面 上面有一個蓋子是封閉的 所以空氣對流不會把那個放射性的洞金帶出來 ok 那你另外一個問題是有關那個乾式儲存的 你剛才教那個 你剛才教那個 它有一個減容中心 然後把低階的核費料燃燒 然後變成比較少的再去存起來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在美國有沒有這樣處理 這我不太清楚 因為美國核電站的 這種低階的核費料 乾燥性的 你燒的話當然就是燒 主要燒乾燥性的 可以燒的東西 我不曉得美國這個核電站 有沒有這個準確能夠燒這個 低階的核費料放到 然後燒完就從煙窗裡面排列出來 這我不懂 所以我沒辦法給你回答 另外還有什麼問題 另外還有什麼問題 其實前面來的問題更細一點的 就是說正常的狀況下 人的話也是說不會外省 我比較擔心 萬一超過40年 或者是有夜空一常的問題 ok 你剛才有提到這個意外事情 就是說 我40年 我剛才有提到說 因為它這個40年的時間很長嘛 所以這個燃料 乾脆組燃料棒 外面保護箱是水泥做的 裡面那個罐子是金屬做的 金屬是哪樣的金屬 我現在不太記得了 可能是 也可能是不鏽燈嘛 上面有一個蓋子 然後蓋子打開裡面就是放那個荷蘭料棒 這一蓋子 它分成這樣 核蘭料棒棒倉 你就把這個蓋子 用那個焊接的方法把它封閉起來 那封閉之前它裡面要灌這個氦氣 氦氣的話就防止 因為空氣裡面有氧嘛 氧裡面又有氧氣 佔20%左右 然後裡面有水氣 所以它灌氦氣裡面就讓 核費燃料棒比較不會腐蝕 因為氦氣是一個叫做 惰性的氣體 比較不會跟基礎有作用 所以它灌氦氣是這個原因 那要關心就是說 你時間長以後 對於這個漢介的地方 或是這個罐子 或是這個水泥保護箱 會不會受到時間的氣候的影響 這個就是我覺得是台灣應該比較關心的問題 如果你說漢介的蓋子 沒有做到很密的話 有可能會跑出來 真的不太 bridge 那個人 主教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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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青稻電技系退休老師 你好 你好 聽到來的 我都很高興從聽到跑到這邊那裡聽 是喔 這個 我有一個問題 剛才佐教授在講說 會燃料的話 有兩條路 一條路的話 就換到地下室去 一條路的話 就一二真路的回收 再處理 對 再處理 或者是製造部 那現在的話 美國 中國 北韓 有沒有人在製造部 那我記得以前 聽說我們台灣的核燃料要賣給北韓 去製造部 有沒有這一回事 OK 我跟你講一下 美國1978年 79年左右 Jimmy Carter當總統的時候 就把再處理這個計畫 完全停掉 所以美國現在沒有再處理 沒有從 廢核燃料棒裡面 把布拿出來 那個卡爾總統做這個決定 主要的原因就是 怕這個核擴散 所以美國沒有再處理 現在有再處理的國家 是法國 英國 俄羅斯 那日本 那個廠快要蓋好 在Wakashow 在那個 Honshu Island 就是本州的最點天的 Ile Mori的那個地方 有一個儲製廠叫做Wakashow 在處理 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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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蓋好 但是他們還在 還有一些技術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所以還沒有開始運轉 那中國 中國的核燃料循環的政策是走在處理的 所以中國要發展再處理的技術 台灣 那你就講那個北韓的事情 北韓 台灣沒有說要把 就我了解啦 沒有說要把台灣的核燃料 廢燃料 核廢燃料幫 運到北韓去再處理 沒有這回事啦 我的消息是 我聽到的消息是 台灣的有 我不曉得什麼單位 有跟北韓討論 有沒有可能把台灣的第一階廢料 第一階廢料不是告別 不是核廢燃料 運到北韓去追蹤處理 蓋一個處理廠方來北韓 那這個只是一個非常初步的 就了解啦 並沒有談成啦 所以並沒有送過去啦 那我不曉得 我有沒有達到你的問題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啊 可以喔 OK 我有一個 我是學弟子的 我有一個關於水文的狀況 可能要請教一下 大概是在座的會比 怎麼要做清楚 就是說 我 我所知道 聽過一個講法是說 地下水的監測系統 台灣原來是沒有的 一直到1991年 那時候 央行總裁是謝森忠先生 他到日內瓦去參加一個 國際的銀行的那種什麼年會啊 什麼什麼 然後 他很不服氣說 台灣那時候沒有被擺在 已開發國家的list裡面 他就有點去抗議 結果人家跟他說 你們國家有地下水監測系統嗎 我看他大概傻眼了 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然後回來以後呢 去 中堂會報告 報告以後 然後再經過這樣 好像是 因為這樣的轉折之後 從那以後 國科會才有開始有 低下水的監測系統的計畫 我不曉得再說 因為我自己沒有到學術的那種 因為要平等下線的關係 但是 就我的理解是說 如果我們要做中級處理廠的調查的 尋指的這東西 水文的資料 你沒有三五十年累積下來的database 根本不要去找了 你絕對不知道它能不能用 那個是要資料的累積 因為地下水的那個condition的東西 不是你今天去調查個三五年 你就知道了 沒有這種事的啦 絕對沒有 光是那個水文的 data collection 你沒有三五十年 絕對分析不出來它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不像地質 我們因為石頭在那裡看得到 底下那水 而且這裡跟 譬如說三五百公尺之外 隔一個三角或什麼 你就不知道底下是什麼了 那個台灣有地下水的監測系統 主要大概 應該有十幾年了啦 但是主要是家人平年啦 那是因為地上下線的關係 地下水超量的抽 不過 引尖來講 台大地下水就是剛剛佐教的那邊講的 大概不會比十公尺以上 一定在十公尺以上 就是說 地下水會 國人測的table 一定是 你地面在十公尺 差不多到那裡 不好意思 因為 我在台大地質研究所讀過博士班 我的博士論文的題目那時候就是 高階合廢的循職的地質條件 只是很汗言的是 我的论文没有做出来 那刚刚讲到地下水的这块 那不是水位的问题 only 是地下水的 summer dynamic behavior 所有对各种nucleide 还有因离子的这些东西 它的chemical activity到哪里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个才是你的nucleide 这些东西 它的migration的mechanium在那里 那这个data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 这个对他讲的没错 那个天委员 我们天委员特地从台北来 刚刚问问题是蔡雅元律师 她也是走台队 那个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今天早上 谢谢卓教授一起开了记者会 谈到这个美国国家科学院做调查 就是发现说要放高阶核废料的地点 事实上它的那个安全的周期是一百万年 那美国联邦环保署也因为这样就改了那个法令的规定 本来是说放一万年就够了 我说要放一百万年 老实讲我都有点担心说不要讲台湾 美国可以找到放一百万年的地方吗 我都觉得有点困难 那台湾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台湾要去找到一个保证安全地址没有改变 可以放一百万年的地方 我实在是无法想象 因为我曾经跟经济部中央地址调查所的前所长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也曾经为了核废料去做过台湾的地址调查 然后他跟我讲说就是在花莲跟宜兰交界的地方有那个花岗眼母眼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台湾有过那个地震的记录大概就是这五十年 然后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地震的记录 我说那不是更恐怖吗 比方说它地震起来很严重 然后老实讲 因为我在想虽然我不是地质学者 因为台湾今天跌宽有一个靠近花莲那里 虽然它一定会有很多裂缝 它跟那个欧洲古大陆快的那种花岗眼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有一次跟梁启元先生一起上电视 然后就非常得意的说高杰和菲拉斯可以处理 你看芬兰 芬兰就找到了 那我就说 因为我请教过那个地质调所的所长 他说芬兰很特别 芬兰他们是花岗里面有铜矿 铜矿挖空了 留着那个铜矿的皮里面放那个高杰和菲 那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地质条件 然后我一看它是只能够保证十万年 所以我真的怀疑人类有办法去找到一个一百万年都不会有变化的地质 因为我那时候去看了一个资料说 非洲的沙拉沙漠一万年前好像还是雨林 就是你用那个人造卫星远 红外线看下去 它里面有被河流雨水侵蚀过的 被河流侵蚀过的山马 有倒下去的巨大的树木 那我老实讲满担心 我当然也知道就算现在我们非核加原成功 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个高阶核废料 圆人会给我的资料是我们现在用过的高阶核废料里面的釉 是3321公吨 如果我们核市场运转下去没有爆炸 40年之后我们核一二四的整个用过的又是7000多吨 那差不多广岛原子弹和分裂后物质的那种几百万颗的量 那好 就是说我们当然也知道 现在我也常常想 我常常也在想民进党如果现在执政怎么办 就像教授讲的干事储存 你一直把它放在冷却池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 你现在迫不得已找不到高阶核废料 这个我们2014马总统说 对不起 马总统说2016我们的核市场要稳定商转 但是2017我们的用过人要把最终处置的可行 评估报告才要出来 好 那你现在把它从冷却池拿起来放在干事储存里面 当时那个工天我去参加 我问了原人会的官员 从早上一直问到下午 我一直问一件事情 我们最后的储存场在哪里 不然你现在把这些东西从冷却池里拿上来 你后悔了你事实上很难把它再放回去 第一 你这个东西放在不锈钢筒 你用喷枪把它焊接起来 那里面有惰性气体 氦气其实没有错 但问题是你要把它打开的时候 氦气搞不好跑光 我们的空气已经跑进去 氧气跟高金属已经在那边起化学之后 里面已经有氢气 那所以如果好 你不敢把它打开 难不成你要像俄罗斯娃娃一样 把它倒车 因为我问过原人会主委有说 他就说大概四五十年 也没有错啊 不锈钢加上那个水泥大概就是四五十年 问题是四五十年以后 我们还找不到可以保证可以安全存放一百万年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办 你又没有办法把它打开 冒险打开又如何 看我没有地方可以放 所以你要像俄罗斯娃娃一样 把它套起来嘛 但问题是那个地下 跟地下接触的地方怎么办 那又放在海边 我们和尔厂锚定罗村 石芯的一颗三十几公斤的毛地狗村 都腐朽 那你那个腐朽钢筒是空心的 里面又有那个燃料棒 一直有宗旨去打击它 所以我不认为它可以撑到自乎水 如果它腐朽了 然后又水里桶罩在外面 我们根本看不到 会发生什么事 好 我就答那个 建议那个田立伟先生来听我演讲 我大概 因为我不是地质学家 所以你们有一些地质 如果我讲错的话 你给我修正一下 就我了解那个 美国国家科学院建议说一百万年 他说他们一百万年的根据是 当然他们这个报告是科学 你不要科学院写这报告里面有很多都是地质的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地质的稳定性 你可以从过去几百万年的地质的历史 如果这个过去几百万年 或千万年的地质很稳定的话 未来一百万年 这个地质应该稳定 应该是会继续保持这个稳定 是不是这样 我不晓得 是不是这样 OK 这边有没有地质学一下 你这样一讲的话 对不对 那台湾可以去一百万年前 过去的历史 一百万年前台湾在哪里 是不是有新的历史 在海面上还是海底 已经在海面上 已经在海面上 但是大家好像是 六千万年的时候 三千万年的时候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 OK 然后我们再讲那个 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 国防的超用废料的厨制的厨 那个银运软14年 它离地表七百公尺 它是一个银矿 银 我们吃的那个银 它那个银矿的形成是在 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前海 所以才会有银 前海海水挥发 然后地壳变动 它那个时间已经是超过一千万年前的 稳定了 所以你可以说 从地址的 我不是地址教科科 他们写的意思是说 你过去 因为你没办法预测未来嘛 地址学校可以了解 过去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的地址的变动 如果这个以前都是稳定的话 未来很可能 非常可能是稳定的 它是这种想法 它没办法说未来一百万年一定是稳定的 那我想 这个问题我稍微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台湾 台湾是欧亚大陆板块跟 菲律宾 太平洋板块的四板块 菲律宾板块互相撞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很深的海沟 在外面在外海 南边或北边会有很深的海沟 所以有人 我记得是陈玉峰吧 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不要害怕地震 因为如果没有地震的话 就不会有台湾 就每次挤 就把台湾挤上来了就对 那我想可以去看一下 南洋国物馆 我去看 他其实他做得很好 就是说 整个南洋平原是怎么从海底 这样升上来多久 那你刚刚讲说 一千万年前开始升嘛 对不对 三千万年转 全部都在 嘿嘿 然后就开始往上升 我的看法是南洋平原是 我平安放大约的 对啊 对对 好 那刚刚有年轻人想要问问你吗 我请问一下年轻的同学 对对 我是年轻的助教 我认为超博士 老师你好 就是 你刚刚提到几个 就是说看来长时间 去储存这个东西 对台湾来讲不是一个那种方法 然后台湾的水又那么浅 那如果说超过地下水 再往往深的地方挖的话 是不是会比较好 好 就是说这样我就不会遇到有这个水污染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他有评估说 我在处理核飞料一顿的cost是多少钱吗 如果说这cost不是很多钱的话 那就 就直接 如果国防计划就直接把它载到外太空去 然后这个他这个他也没有什么法规去规定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是不是不可行 还是怎么样 这样谢谢 好 我先先答一下你的想法 就是说你问题是说 把高方性飞料高度是壳飞燃料打到太空去的时候 这个 对这个 这个各种不同其他的处置的方法都有考虑 包括 射到太空去的 那 或是 埋带深的海沟 各种想法都有考虑 但是目前的 一般的想法还是认为地址的深层处置是最最可能 而且比较安全的 你打到太空去的话 你打太空去的风险很非常大 那如果打不上去掉下来的话 那个风险 恐怕是更大的风险 那你讲到那个地下水的问题 地下水下面就是保额区啊 所以其他的欧洲 我刚刚讲了两个国家 瑞典跟芬兰 他们的处置库的位置都在保额区 都在地下水下面 所以地下水下面 它有一个特性 它是一个非氧化的环境 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地下水的分量 就是水温的分量 就是说非氧化的地下水的话 它的水的里面的氧气很少 几乎是没有 所以它的比较不会 就是那个金属的东西 比较不会辅助 辅助速度比较慢 那你妈来为什么她不要再这下水下面 挖到最下面 这个 你说为什么没有挖到最下面去 对 这个问题就要回到1980年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 然后美国的地质学家 跟就是那些初步长子调的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做地下实验室 他们只有从地表挖 挖那个井去了解地质的特性 所以他们没有挖到 没有挖到 没有挖那个储置坑 我刚刚画那个 倒背那个图 储置坑那时候还没有挖 所以那时候 1980年初 197年在末期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 我不是说有三个可能的 做详细调查场子吗 这三个场子的资料没有很全 然后他们就 能源部的一些科学技术家 就把这三个场子做一些比较 除了地质的特性 水文的特性 还有社会 人口分布 社会 经济 所以各种因素去把它结合起来 做一些ranking 看哪一个第一名 哪一个第二名 哪个第三名 交通 各种不同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那个时候的 据当时的了解 没有挖地下实验室的时候 当时了解说 亚格曼城是最好的场子 因为它是很干燥 下面应该是干的 不会有所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ranking是 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才去 做这个比较 所以 这个比较 从 现在回共来看的话 当然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当初为什么不做 比较详细的场子 要来做这种决定呢 那就是国会的 做这种决定 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 Yokamonten 当时的 那个 Unsaturated TUF的 调查计划主持人 回台湾来开课 修他的课 他是田佩玲先生 其实这个Yokamonten这些调查的工作 70年代就开始了 他有一篇论文是1974发表的 Unsaturated TUF Yokamonten的那个东西 那一篇里面讲到的是说 这一群TUF里面 因为TUF它是高温下来的火山灰 所以很容易就变成了那些 黏土矿物 这些黏土矿物它的结晶构造里面有很大的空洞 可以放水分子 那这一层TUF里面的这些黏土矿物 它的结晶构造的空洞里面的水分子还没满 它矿物本身也是Unsaturated 对水分子来讲 所以如果你的地表水下来 天水下来 经过地表渗透下来 走到这一层矿物层的时候了 走到这一层TUF岩层的时候了 这些矿物会把那些水吃掉 所以它就不见了 所以它不会有在这些矿物中间的孔隙的地下水 根本就没有 它吃了一千两百万年 你还没吃饱 所以说OK 未来可能一百万年 它也是吃不饱 那你就 这一层里面 地下 就算水到了 它就不见了 它被吃光了 那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OK 谢谢 所以说实际上 他们后来挖了地下实验室去做研究的时候 就发现地下水还是会渗透 到那个储蓄库的卧室 所以说才做了很很复杂的工程频道的设计 那就非常贵了 好 那位学生 我知道我同学 左教授你好 你好 我是交通大学环境工程所的研究生 你好 那我想要问的是说 就是老师有提到就是 荷蘭料棒 它有两种主要的处理途径 一个是储存 一个是再处理 对 那我是想说 看到就像美国啊 这么早期 就比如说七零年代半年 他们就 就在想说 荷蘭料棒的最终处置方式 是用储存的方式 或者是芬蘭也是用很特殊的地址 然后来储存荷蘭料棒 那就是意味着说 荷蘭料棒是除了哪来做荷蘭料棒 就没有其他用途了 所以才可以 以这种方式来储存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就没有 荷蘭料棒 没办法再做其他应用 有的国家 包括法国啦 还有俄罗斯 那日本也是想要走这个方向 然后中国也是要走这个方向 就是 荷蘭料棒再处理 再处理里面 因为有骨嘛 还有 比较低量 没有用掉的 有235 可以拿出来再去做核燃料 所以还可以再使用 所以叫做 这个叫做再处理 然后再循环 那这个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不是说 核废燃料 完全是废掉了 就没有用了 现在 另外的名词 他们叫做 用过核燃料棒 不是说废的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里面 还有可以拿出来使用的价值 就是里面有骨跟剩下的一点点右 有6的那个 6 2 3 5 好吧 OK 所以要认为这样 其实5跟6 对 其他的用途很少 当然你要 假设说里面有421 3 7 或者那边可以拿来做工业用途 但是那个量非常大 工业用的不需要那么多 工业很多地方可以用得到 譬如说你在水果蔬菜的杀菌 可以用的放射性去照射 但是这个量不需要那么多 好 一个最重要的用途 美国不让我们用 做盒子担头 因为我最近看到有报导说 日本只要把它用过了 刚刚讲说那个实验室 什么实验室 罗卡销 罗卡销那个实验 他一年就马上生产一千个 一千个核弹头 所以 只要美国同意 他马上一年生产一千个 就不怕北韩了 北韩现在一直在威胁他嘛 他就很怕了 来 刚刚这位 老師好 我是那个交大的研究生 我想要请问老师 就是 就是 据我理解好像 核燃料棒 是最终的处置方法 只有把它储存起来 就是没有 就是 比如说 就是没有别的技术可以让他 有 就是比较好的 处置方式 吗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说 如果我们将来去研究 这方面的处置的技术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天 我们是有办法处理这个燃料棒 就是不是用处置的方式 储存方式把它就是储存起来这样 OK 非常好的问题 年轻人想法总是不一样 那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 就是说 我没有提到这个 再处理 再处理是 只有把这个 补跟那个 诱拿出来 然后再去做成燃料 放回去 核电站再去营造 那另外一个 在研究有一段时间就是 把这个 里面的核种 像补这种 半端起很长的 去用这个核子反应 去把它改变它的核种的特性 叫做transmutation 英文叫做transmutation 就是把你这个核种 譬如说你-239 大家都认为-239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一个放射性的东西 它可以做核武器 然后对人体的 那个 假设你吸进去 我们说对人体的伤害量很大 但是它这个 就是说你用这个transmutation 就是把这个补-239 用这个核反应的方法 加速器啊 或者各种不同的方法 去让它补的核的-239 变成一个另外一种核种 就变成 比较 半衰期比较短的 或另外一个核种 比较危险性没有那么大的 那这个有在研究 这个研究 在很多国家有在继续做研究 那这个研究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突破的话 那当然这个核肺料解决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高阶肺料 你如果能够把里面的危险的 半衰期很长的核种 偷偷把它毁灭掉 把它换成半衰期比较短的 危险性比较小的 那这个核肺料就没有那么 需要固定的时间 实验就不需要那么长 如果 非常贵的实验 非常非常贵的 当然目前实验 在实验阶段都是很贵的 而且现在就问题说 你有没有办法 那个效率是多高 这个还没有办法达到很高的效率 所以 不是说已经 不是说已经 这个 Berkeley大概也没有办法做 这个照顾做来方面的 我一个问题 这个Yatta Mountain 这个决定是 完全是political 不是技术上的这个 对 对 从 美国能源部部长的 发表的 讲的是这样讲 没有错 他没有讲 他的决定没有讲到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不过 反对Yatta Mountain 我提到很多不同的一些质疑 技术上的质疑 这个质疑 能源部部长宣布撤销 这个神经之报的时候 他没有讲到 他有没有同意这些 反对Yatta Mountain的 技术上的质疑 我就不晓得 因为他没有讲 刚才有一位同学说 台北在烧敌放射性的 这个物质 我听起来很可怕 如果真的 是的话 这个放出来的这个化合物 一定还是Radioactive 你Radioactivity 跟燃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危险 真的放在空气上的话 这个不得了 不必 那就不必来疑 我是不晓得 不过如果说 假设有烧放射性的东西的话 他排出飞气之前 要经过过滤 把那个放射性的核种 过滤掉才排气出去 技术上是可以做得到 那我不晓得 台湾也没有烧 美国也没有烧 这我不晓得 美国一间的核废料都是最终处置 放在没有那么深 放在鱼地表大概几十公尺的地方去处置 那有没有烧我就不晓得了 不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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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晓得了 因为我是在圆能会的网站上看到 他把它当做一个政绩来宣传 说过去核废料非常得多 自从他采用了分枣跟加速的方法 他的核废料就减少很多 只是我看的心里是很害怕 而且他的报告 他确实有做过滤 但是他的报告里面也是会去讲说 他每年还是会释放出多少的核种 虽然他都说安全 但我心里会想说那么多人都住在那附近 你长期释放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那些核 社区核统 对我们健康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其实我很担心 我们家的核电厂只有十几公里而已 OK 我讲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台湾关心核电弹的安全 运转安全 我是觉得可能原始能核火源会 因为民众给他的信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质疑的 那种关心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地方政府 可以去比较积极的去探讨这个问题 譬如说地方政府 新北市 譬如说新北市的话 可以成立一个做平行方面的 政策的工作 对于收集空气 收集放射性计量 核电弹固定放射性计量 我了解的是原委会他有做一些政策 但是如果说可信度没有那么高的话 由地方政府去做平行的政策的话 我想地方的人民会对地方政府的政策问题要相信吗 我补充一下 我认识一个记者出在内蒙 他听了六一二的话 就带着一个侦测器走来走去 后来有一天发现他家里的辐射线 竟然是东京的两倍 后来他去查了一下 发现他这个核一核二厂烧过的那些 核一厂减容过的那东西 那个风是飘到内湖去的 所以他现在怕什么 他躲在家里都很危险 然后这个刘立尔告诉我说 曾经有人在 他的朋友在101大楼旁边 就测到非常高的那个辐射的那个 剂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减容中心有关系 不过刚刚卓老师讲说这个地方政府 你想想看地方政府去宣布哪个地方 他测到那个高剂量的辐射 现在地方房地产的价格一定是受影响的 他的哀骂选票就跑掉了 没有 我是说 平行侦测的意思是说 原则的人会在什么地方有设一个侦测站 不管是侦测什么样的放射性剂量 地方政府就在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仪器去设一个平行的侦测站 那他量的计量就可以跟原则人文会的侦测到的计量去比较 那当然就是说这些所有仪器都要经过一个很好的检验 不然的话你量的数据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对的都是有一个问题在那里 所以最好就是说 要有 当然这个就是要一个 比较一个大的一个政府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对不起 我想回到高阶和费量 那个MOX 现在全世界那个MOX 到底还有没有人在做 因为之前2011年就是福岛核灾那一年的一月 我跟那个台电的董事长 陈桂敏董事长去德国参观的时候 他还跟我讲说 他们有在想要把这个 台湾的高阶和费量送到法国去提炼跟浓缩 我说我不相信 这个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他就说他们正在跟美国谈 老实讲我不相信 但是好 就算是这个可以送到法国去提炼 MOX这个东西在台湾可行 因为我看到福岛核灾爆炸的时候 福岛这个核电厂三号机就是用MOX 那所以我就看到说 我几天不知道 不过我看到后来他们从东京 200多公里外调来那个云梯消防车 所有的车都先灌那个三号机 我考不清楚怎么回事 后来发言原来三号机用的是MOX 它如果爆炸了 就是东日本就完了 所以MOX在 我想知道全世界到底 MOX的前景怎么样 他有一天真的会被迫去提炼这个MOX吗 现在MOX 那个不晓得 可能在说对这个MOX 不晓得什么东西 MOX就是M 叫做Mixed Oxide 就是把那个布 从再处里面提炼出来以后 加上那个U238 放在里面 然后就可以放在 做成燃料棒 可以放回去核电弹里面去使用 发电 那这个核电厂的原来的设计 并不是要用这个MOX的燃料棒 它原来设计是用U的燃料棒 就是那个U235 那如果说要用MOX燃料棒的话 这个核电这样的里面的乳要修改 才有办法使用 不是说马上就要放进去使用 因为它的 有有有 日本有 法国也有 法国有 法国一直在使用 法国继续在使用 所以在使用这个MOX 那欧洲其他的国家在使用 详细情景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知道 法国一直在使用MOX 那有些 法国有些电厂 就是可能里面的燃料棒里面有 有三分之一或是一半是用MOX 有另外其他的用U的燃料棒 美国不要再处理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卡特总统 他就是担心这个防 担心核擴散 就是担心核擴散 担心核擴散 所以美国到目前 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再处理 美国继续的原料棒 是更严肌的成果 所以他更容易去做 美国继续的话 不然是说法国还稍微 美国继续 那个副跟佑是不会回来的 就是那些已经分辨出来的 Vishing 出来的 质量一百多的那些高 Gamma Ray放射的这些东西 通通回来 那个油跟布根本没有什么 Gamma Ray的放射量 所以那个高除射器的东西 通通反给你 然后可以拿去发电东西 人家拿走 再处理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这个炉 就是说 对啦 就是说 目前日本有一些燃料棒和非燃料棒送到法国再处理 最近才刚刚有一个消息 所以要把那个Moxville 跟那个高阶配料送回去日本 就日本 法国帮别的国家做再处理 做完以后 全部都送回去给你 对 德国那个去 因为他把那个燃料棒打散以后才能做化学处理 然后打散以后做化学处理完了以后再用玻璃把它固封起来 所以一定比原来的体积大很多 但是辐射量还是那么高并没有减少 那个Madiation所出去的辐射值的没有减少 只是把U跟布拿走 那两个东西在那个时候 它的辐射量是非常相对的可以估计不计的 好 谢谢 因为我们时间也 好 没关系 再一个问题 因为年轻人 因为你年轻 所以 不好意思 我是那个清大德 人色型的王神 那就是 我问题其实跟前面我觉得好像有点重复 可是我还想离清一下 就是我这边听到就是 在永和论处的部分 就是 核废药的处置是 我觉得是相对薄弱的好 可是这个核工界 就是据我了解 他们一直有一个奇力的梦想 这个梦想就是他们希望最好的结果是 就是这个第四代核反应毒能够在三十年内开发成功 那再的话他们认为就是这可以结 结束掉现在目前这个核废药的正义 那说法是说呢就是 高阶核废药它的辐射强度 如果是使用第四代的核反应毒的话 那它在数百年内就一定不会超过千年啊 就一定会降为于天然又矿无益的这个辐射强度 那我这边是不太清楚细节 不过我这边知道的是说 这个09年的时候 那个美国能源部 有一个叫Bernet的官员 他有提出一个叫做 第四代反应器的策略与展望概述 他在这里面定出来的目标是 2030年要达成目标的可行的候选的技术 就是2030年他们希望技术可以成熟啊 那他们目前这个第四代核反应器 我知道有六种 就是有六 他们有提出六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那在台湾 我知道台湾这边我听到 就是他们最看好的是那个要什么 纳仁式嘛 纳仁式中子的反应器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他的技术细节 那不过就是他的目标一个是 就是2030年要完成 就是技术要承受 然后2040年要完成商业部署 那就是我第一个问题是说 就你对 我等一下再会讲日本的部分 那就是我想先问你说 就是对于你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目标 你自己认为他的 他的可行性就是大概在哪里 你就认为是这个他定的这个目标有可能达成吗 那因为就是我知道日本的例子是非常失败的 日本在1967年就已经有想要 发展这个第四代核反应器 他们所提出的叫原子力开发利用长期计划 里面当中我看到说他提出的 那个实用化目标是定在1980年 可是这个东西到了 到1987年的时候就放弃了 然后他们到2005年的时候 他们就不敢再把话说这么满 可是他们有提出一个叫原子力政策大纲 那这个政策大纲里面他提的目标是 2050年要启动首作高速政治炉 可是日本他一直有高速政治炉 然后结果到好像2011年的时候 就是已经浪费了人民 已经浪费了日币是7亿多 然后就是最后就流产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比较关注的是美国部分 然后还有你刚刚在讲的是 是法国的MOX的 MOX的反应炉 就是大概的情况还有愿景 然后你自己的评估是怎么样 OK 我对美国第四代反应炉的计划 不是很清楚 不过就了解说美国是一个很大型的国家 所以它的研究计划是 每一个可能有这个potential 他们都会去给这方面的研究计划 所以第四代 因为现在目前的核电厂是第三代或第三代plus 那第四代的话就是未来的 刚刚那位同学提到的 P四代有几个各种不同的想法 那第四代的主要的想法就是说 让核电站的设备更安全 然后它的那个核燃药循环的那个 因为它第四代 下一步就是要走这个高速中止的反应的 叫做breeder react 快速之声的那种反应 这个概念是这样 就是说你将来能够把那个 那个鱼二三八变成骨 然后产生骨以后 之胜以后就把骨拿出来再去拿去烧 这样的话就这个核的 那个骨的用尺用时代就会很长 不是说只有几百年 甚至可以用到几千年 那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朝这个方向走 那有些国家还是继续在发展这个 有个发展规模式之声的快速的反应队 包括法国 包括日本 包括中国 那这个目标到底也没办法达到 我是没办法跟你讲 因为这个我想不是说未来 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我想还是有很长的日子的特效 因为问到快速资深反应 我们国家有一个 五年三百亿的国家型能源计划 这里面他就起初计划的时候 他有把快速资深反应乳放进去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问了 国科会的主委 我就问他说你把这个放进去什么意思 后来他就认错 他说如果我们国家要发展快速资深反应乳 三百亿都丢在这上面都不够 那我也为了跟他论辩 逼他那个认错 我就行了一个文给外交部 请外交部住在全世界各国去搜集资料 说问他们当地国家 有没有人快速资深反应乳是成功的 结果从英国 法国 各个国家回报的资料 瑞士什么 没有一个成功的 英国的那个报告写的最详细 他还写说他们花多少钱 后来怎么放弃 怎么厨艺 那个厨艺又花了多少钱 每一个都是天文数字 目前是这样 谢谢 我想因为我们时间也超过了半个钟头了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核电是这么 这么advanced的technology 对不对 结果你那个Risk analysis 还在用1975年的那个报告 这个是不是有点讽刺 你刚刚也秀那张图啊 就1975的 我当然可以找比较新的啦 但是我想这个概念 我主要的目的是 跟你们讲这个风险概念 找1975年的报告 当然里面有很多人认为是有些不对的地方 不过他的做法 跟目前的计算风险的方法是一样的 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 1975的时候 山里岛还没有发生 车洛比也没有发生 湖岛也没有发生 我有几个例子 因为我是做地震工程的 921地震车洞湖断层一断了以后 我们整个Risk 台湾的Risk Risk analysis 整个全部改观啦 就发生一次灾害以后 就自然一定要改变嘛 三次以后 都还在用那一个 我就觉得说 这个叫做 Advanced Technology 我们一个921地震 台湾的整个地震规范全改了 全部欢心啦 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在用那个报告 来跟我们讲说 他的那个 他的Properity很低啊 这个我觉得就 我非常没办法 没办法说服 我就在这里啊 我不想来讲 谁在用那个报告 我只是讲这个报告是 举这个例子 这个报告算出来结果 用这个方法去显示 他算出来的风险 跟其他的人为的风险性比较 我里面讲的是说 他那个报告 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很完全的地方 就是说 他这个报告 对于这个风险的 那个估计 是不是考虑到不准度的问题 这个没有考虑不准度的问题 然后他这个后果 没有把所有后果 通通把它写出来 我是讲说Properity的部分啦 You know frequency嘛 Properity 其實 發生了一次以后 你自然要修正一次嘛 再發生一次 还要再修正一次嘛 因为 那Properity我一看 既然那么低 低到 我没办法 没办法相信 我真的是 他那个报告写了之后 根本还没有发生过核灾啊 所以他都是假设的啊 那报告全部都是假设的啊 好 这个我大概 最后的comment 大概就这样子 今天非常谢谢佐教授啦 那我们本来有 本来有 准备了一个很微薄的 这个 请他来演讲的演讲会 他又前无邀请给还我们 所以我们再一次 谢谢佐教授 谢谢 谢谢